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去外边拿一下信 看看今天的信箱里有什么 嗯? 区政府的? 拿了一封信哦 是区政府寄来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区政府寄来什么东西到底是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胡子老爸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这封区政府寄来的神秘信件里面 到底装的是什么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拆开来 这是什么 区政府写的一封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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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写的就是 是口罩 哦 哦 再来使用说明 哦 再来使用 好 我们先来一家样东西拿去看一下 这边到底有什么东西 哇 好多东西啊 这个是什么 过滤棉 过滤棉 两个过滤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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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副口罩 哦 我知道了 这是区政府寄来的口罩 因为 它上面写的好像是 12岁以下的儿童是没有的 然后就是 常住人口 常住人口 常住人口的话 就等于是我这里 家里就等于是我跟我老婆 一人一妇 这样的口罩 然后这里写的是 可以洗 这个口罩是可以洗的 是棉制的口罩 然后每次 鞋带的话 最多不能超过8个小时 嗯 可以用60度的水来洗 然后这里有区政府的区长签名 还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口罩的使用说明 我的使用说明说是一个口罩 一个口罩 有两个这种过滤过滤棉 要把它过滤棉放在口罩里面的 比如说你 这里写的是 人和人之间要保持1.5米的距离 然后如果是去做公共交通 都要戴口罩 所以这里就写的是 人和人之间1.5米的距离 洗手 这等于说是 应该是 之前我有看到一个报道 就是说比利时好像就是说 每个公民都会收到一个这样的 可喜性的口罩 就等于说是 比利时全部太多1000多万人吧 1000多万人 小孩子不算的话 大人的话 应该都会收到一副这样的口罩 嗯 使用时间是4到8小时 不能超过4到8小时 好 好 哦 它上面说可以 用60度的水洗30分钟 提肌或者是这种 可以把它放在开里面煮啊 直接煮 60度的水煮30分钟 现在应该是消毒用的 有两个这样的过滤棉 啊 过滤棉 它说过滤棉也是可以洗的 30分钟 60度的水里面 不能烫 这样是两个 中间可以剪开来 过滤棉 然后就这种棉质的口罩 戴起来看一下是什么效果 把它拆开来 把它拆开来 哇 好大一个啊 这 觉得很带啊 哇 有这么多声音的 这样子吗 哇 好 有高一点 你过来这个 哎呀呀呀呀 戴到眼睛 那能够出来 哎呀呀呀呀呀呀 这边独眼龙了 哇 这样样子的 好 戴起来就是 这种感觉 OK 哇 好大一个口罩 棉的 全部都包住了 后面 这样子的 两根绳子 然后的话 这口罩 感觉还行吧 这口罩里面 可以放这种过滤棉的 塞在这口罩里面 就可以过滤细菌用的 哎呀 哎呀 脱不下来了 大家看一下啊 这口罩可以打开来 打开了里面的话 就可以塞这种过滤棉 把这个过滤棉塞在这个口罩里面 我这就不打开来了 塞进去之后的话 就可以过滤细菌 啊 这种就是可以反复使用的口罩 去政府寄来的 应该就是每个人一个口罩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 每个人都有口罩 因为前段时间是买不到口罩 现在药房里面的口罩也非常 紧缺啊 不是说你去药房就能买得到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你出门的话 每个人都可以戴口罩 政府给我们 每个人都发了一个这样的 可喜性的多次使用的口罩 不错不错不错 比利时 比利时政府发的 好了 今天的这个开箱 也算是开箱视频吧 开信视频 开信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胡子老爸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订阅 点赞加分享 拜拜 拜拜